我们一起来做梦想祷告 全能的父 不要让我们成为照镜子的时候 吐吐墓找理由抱怨的灭亡的人 这就是我们照镜子 使我们领悟镜子里看到的这些罪恶 使我们回改这些罪恶 不要让我们成为灭亡的动物 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得到一切祝福 到现在我们犯错了 使我们得到饶恕 得到祝福 使我们儿女活过来 使我们儿女千万代建立一个有福的家族 使我们做爱国者 使我们成为为人类和平 做出贡献的那些可贵的基督的时辰 使我们能够担当这些任务 今天此刻我们相信我们的心愿或的实现 我们会得到全能的父 赐给我们的一切祝福 我们确信我们子孙肯定会更好 奉耶稣对名感谢 我们也先祝福祷告 阿们 大家讲一下羊 我们说这一句羊这时候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 那么 我们都说是说了 可是做事不顺 这话语是什么 这话语是我们的粮食 我们服用这话语的时候 上帝让我们变成能行的人 那么我们哪里不对 我们为什么不顺 这日用的粮食 我们应该一天三次服用这粮食 否则的话会成为假的牧师 或者假的执事 我们这话语要服用一天三次 我们我们一整天一直在呼吸 不然的话会死去的 死去的人 他们不是牧师也不是执事 喊不知阿们的人是属于魔鬼的人 希伯来说三章十二节 他们是天下恶人 喊不知阿们的人是非这恶的人 就是上帝说的话呀 那么我和大家坐在哪里 有些人成了牧师 但是成了牧师不一定都是好的 牧师可以得祝福 可是平心都也可以得祝福 那么在这世上 人们经常犯的罪恶是受毁 公务员什么时候遇到困难 公务员受毁的时候 遇到困难发生一些问题 他们受毁后就受辱了 或者去接遇了他们的儿女呢 他们的儿女都成了就像金利一样的人 韩国有一个有一位有名的诗人 他的名字叫金利 他写的文章非常好 结果呢 客举极地 状元极地 可是他所写的文章中批评的人是他的爷爷 他客举极地后 才知道了这事实 才知道了自己辱骂了自己的爷爷 所以他知道了之后呢 就经常带着斗笠 那么照着圣经话语 因父母所犯的罪而儿女成了不孝子 犯罪的得不到饶恕的人 他们在基督里面还是基督外边 犯罪的人离开基督犯悲利罪 结果呢自己和基督儿女都不顺 每天看到 每天在新闻上看到好多人过得不好 就是因为他们犯罪后跑到基督外边去了 那么谁不犯罪恶 我们都犯罪恶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好 唯独是上帝的奥秘 上帝说要夸克什么 现在你们都不知道要夸克什么 大家找一下加拉太说六章十四节 有些人随便夸克主耶稣基督实际家 这是假的 我们要夸克主耶稣基督实际家 他们喊不出阿们的属于魔鬼的人 他们不知道基督的人 他们说自己夸克基督 这都是假的 因为这样所以得不到祝福 我们基督到基督里边的话 会不会受洗礼 那么受洗礼的话 我们是完全死去的 可是假的人找理由 抱怨不满 尝回别人 在这里 包括我是死去的孩子的人很多 孩子临死之前 非常不孝 或者突然失踪 那他们的父母 总是找理由抱怨 装知道什么 结果呢 害死了自己的儿女 那么我们领悟罪恶的时候 这样的人来到我们身边 抱怨或者找理由 这理论上他的话不错 可是这时候我们应该责备对方 这撒他魔鬼啊 如果不责备的话 我也是像他一样的人 这是希伯来说三章十三节 不责备的人 上帝不听他们的祷告啊 我们一起读一下 再来的太说六章十四节开始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阿们 上帝说只夸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那么这话语里 夸口的时候 这顺序 是从基督开始的 就说明 从基督开始死去的 你们听了也听不明白 作为牧师的人 连这些都不知道 所以他们祈祷了也没有用 只夸口主耶稣基督十字架 那么在这话语里 你们要知道的是通过基督 然后呢 我们再读一下吧 开始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直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阿们 就夸口是跟我有关的 是跟别人有关的 就夸口是跟我有关的 有些人光觉上说 假的假道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要服用这话语 这基督耶稣主啊 那么 我们通过基督 从死里复活对吗 对的 那么 为什么复活了之后 找理由啊 为什么装聪明啊 你是灭亡的储类 你要不要吃死你的儿 你不要害死你 这国家赶紧礼物吧 有些人说 买了这个之后 为什么这样做 你不要抱怨啊 你得到你眼前的祝福吧 你去天国吧 圣明经三十章十五节 你得祝福吧 这是上帝的应许啊 找理由的人会灭亡 他们害死自己的儿女 也害死别人 他们是逆贼 他们装聪明 他们说 这个不对 那个也不对 比如说 这地板可以用木头做 可是为什么用砖石做呢 用砖石做的话 要花很多钱啊 玛利亚 如果你买方便面的话 如果把方便面 分给村里的人的话 村里的人都可以吃这方便面 可是你为什么用 香膏摩耶稣的脚呢 这样说的人 看起来很聪明吧 不是的 这样的人 是去自杀的人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上有记录 他们会去自杀 受到做主 这样的人 说这样的话 他们看起来有道理 有逻辑 可是他们受到做主 而且 吃死自己的儿女 害死子孙三四代 他们是信徒吗 他们是山羊 不管山羊的话 这一二十一章十节 你跟他们都会去地狱 都是一样的人 教会里有山羊的话 要把他们拖出去 拉出去啊 为什么不责备 喊不出阿门的人 属于魔鬼的人 说不出来阿门的人 他们与基督有关吗 没有关 大家找一下 哥林多厚书一章二十节 喊不出阿门的人 不是上帝的儿子 他们是魔鬼的人 因为喊不出阿门 所以得不到祝福 如果你们来这里 正确地做四分回改 正确地做回改 五分钟十分钟 这样的话 那么 你们在基督里 完全活过来 是能开来 我们是受洗礼后 完全死去的人 完全死去的人 没有理由 找理由的 抱怨的人 壮聪明的人 不如楚雷啊 犹太书一章十八节 这是上帝所说的话 他们不如狗 他们怎么能成为牧师 或者长老 或者指示啊 我准备有些人 我读我时 是缺着行走 上帝使我行很多事 那些事不是我来做的 我全靠恩典做的那些事 哥林多厚书十五章十节 不能夸口自己 我们这时候在基督里 完全死去的时候 上帝使我从死里复活啊 我们一起读一下吧 开始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 都是事的 所以借着他 也都是实在的 叫神 因我们的荣耀 阿们 在这里 有庞大的话语 进入到基督里的时候 我们说出来阿们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加拿大书三章十六节 这时候 我们进入到上帝的独圣子里面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 我们说了阿们 就成了拥有信心的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就是信心 可是有些人虽然信奉耶稣 可是不知道上帝的儿子 不知道上帝的奥秘 他们是假的 你们还不能分辨吗 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子的话 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完全死去的人 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子 所以自然地说出来阿们 比如说 如果安装麦克风和音响的话 会发出声音 如果发不出声音的话 就是 就是 坏的 或者假的 上帝只帮助自己的儿子 我们要夸口的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 那么上帝为什么说了 夸口主耶稣基督十字架 我们要夸口的是 大家找一下 光临的后世十五章三十一节 我们要夸口天天冒死 我们要得到自己眼前的祝福 照镜子看镜子里看到的 这个人有这样的罪恶 这镜子里看到的人 就是你啊 有时候我 吃鸡色的司机对我说 你为了拍戏来扶上了吗 司机以为我是演员 司机说 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你 你的名字是不是这个 司机为了我悔改而这样说了 所以我应该做悔改 这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应该照镜子 要悔改镜子里看到的 可是照镜子的时候 我们像镜子吐吐沫 打碎镜子 这是因为不进入到基督里 所以不行 所以儿人也不行 孩子惹事的时候 有的父母说 我的孩子不是这样的孩子 因为他们里面有主线魔鬼 所以他们被骗了 约福八章四十四节 里面有主线魔鬼的话 被人骗 而且听不明白 自己以为很聪明 任何人都可以学到 世上的学问 可以明白其他的宗教 可是这圣经话语的话 基督的光来到我们里边的时候 我才能礼物正话语 这是上帝的奥秘啊 我们一起读一下吧 开始 弟兄们 我在主基督耶稣里 指着你们所夸的口 极力地说 我是天天冒死 阿们 现在时间不多 所以 请看一下 上帝说 要夸口的是 主耶稣 基督 十几架 那么这夸口是什么 你只有夸口 才能知道上帝 一副所事 一章十七节 有的人 要做牧师 可是不知道上帝是谁 有的将会给这样的人 做按手祷告 他们都是假的 哥勒西十二章八节 他们是去地狱的人 他们没有永生 得不到祝福 去地狱的人赚来的钱 这钱是为了谁赚的 他们去没有上帝的奥秘的教会 太愚昧了 传道是二章二十 传道是二章二十六节 他们不接受到基督里 喊不出阿们 他们是魔鬼 他们害死基督的儿女 妻子让丈夫灭亡 丈夫让妻子灭亡 父母让孩子不顺 如果我们正确地 做自己的悔改的话 说出来阿们 这时候可以做上帝的儿子 上帝是我们的心愿 或者实现 约安徽十四章十三节 在这话语里 上帝说夸口的是 主耶稣基督十字架 那么我们要夸口的是什么 天天冒死啊 我们依靠自己来做的话 可以天天冒死啊 不可以的 先是基督 然后是 耶稣主啊 上帝说要夸口的是 主耶稣基督十字架 我们要夸口的是 基督耶稣主啊 这时候我们是天天冒死的 这顺限是这样 因为我们 不这样做 所以得不到祝福 上帝说要夸口的是什么 我们要夸口的是什么 有些人去教的教会 他们里边有 喊不着阿门的魔鬼 他们害死自己 也害死子孙三四代 他们的后孙一生下来 就有糖鸟病或者高血压 他们说自己是牧师长老 全是直视 结果 如果得了名义 能做人的话 那么 好多人都能做人 可是得了名义 也不能做人 你们行悟 领悟过来吧 从此刻开始 不要吃死自己的儿女 和下书四项七节 你做思觉的悔改后 赚了一笔钱 你过得不错 可是你又陪伴耶稣 乱做事情 所以无赖杀死你 你赚钱了吗 我不让你花钱 我来杀死你 真言二十一将四到六节 你受毁了 去信毁了 你已经是半死的人 圣经话语如实地给我们实现 听也听不明白的人 他们是恶人 真言四将十九节是什么 这恶人你主线和你都是污秽的人 听了也听不明白 遇到的问题也不能领悟 为什么去这样的道路 我们应该正确的领悟 上帝说要夸口的什么 上帝让你夸口什么 你就夸口什么 你这样做 你这样做行吗 主人给你一千银子 你把一千银子 买葬在地里 你这样做行吗 我应该夸口 我是天天冒死 这时候可以做见证人 可是你们不能夸口 反而自己都成为上帝 我夸口主耶稣基督 实际上 那你是上帝吗 这是上帝说的呀 第三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吧 开始 弟兄们 我在主基督耶稣里 指着你们所夸的口 极力地说 我是天天冒死 阿们 我们要夸口的和上帝说 要夸口的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上帝说只夸口 主耶稣基督 实际上 可是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夸口 我是天天冒死 我们夸口的时候 这顺势是倒着的 那么装知道 装聪明的人 属于魔鬼的人 依靠自己头脑上的 恶的理论和想法 我们教会里 有些人 记忆也是装作了不起 这样的人害死自己 也害死别人 你们看一下 正眼二十二章十节 上帝说 你要把他们拖出去 我小时候 以前妇女们 虽然天气很冷 手都冻降了 但是 他们去 井边打水 那么如果把 粪便放在水里的话 能不能喝这水啊 不能喝水 上帝说 你要把这样的人 拉出去 为什么放手 不管 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 为什么不管他们 我们应该责备啊 你是个疯子 你害死自己 你害死儿女 你吃死自己的 子孙三四代 你害死这国家 你是逆贼 你自己去死吧 不要杀死我们 这是西伯来书 三章十三节 每天责备 可是你们不责备 偿回别人 海童也 他们说的话 结果受到咒诅 这样的人 不来成更礼拜 又被他抢到得救了 为什么呢 因为顺从了上帝的奥秘啊 可是为什么那么骄傲 为什么结派 为什么给别人定罪一段 欧洲新封耶稣 已经两千年了 可是都灭亡了 为什么去那样的教会啊 那里牧师都看不见了 为什么去那样的教会 我们一起读一下吧 开始 感触献慢人 争端就消除 纷正和羞辱 也必止 也必止息 阿们 我们身边有找理由 抱怨不满的人 他们要 把粪便放在血里 那么我们应该把他们 拉出去 赶走他们 这时候我们能去天国 我们只速过来 我们能做爱国者 我们的心愿 或者实现 阿们吧 这是我们要夸口的 假的教会 不赶走这样的人 假的教会 光讲 好听的讲道 这是一段 有些人去那样的教会 他们负责 喊不着阿们的魔鬼 还说 还说 牧师啊 我为什么不行 我为什么 和我的医治 我们儿女 为什么不顺 你说出来阿们吗 你进入到基督里了吗 夸口主耶稣基督 十字架的时候 你和基督 建了好的关系了吗 你都成了假的 我们在基督里面 合而为一 可是 为什么有教派 因为你成了假的 不知道要夸口什么 你到底有什么资格夸口 主耶稣基督 十字架呀 你是上帝吗 我们做思绪的悔改 天天冒死 这就是我们要夸口的呀 牧师啊 你为什么责备 我为了你们改变命运 为了你们去天国 为了你们子孙万代得祝福 为了你们做爱国者 大家都能行的阿们吧 我们基督到基督里 夸口自己完全死去 改变命运吧 祝愿你们的心愿或的实现 我们一起来喊主三唱吧 开始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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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上帝啊 感谢你让我们正确的礼物 我父上帝啊 我父上帝 使我们在基督里受洗礼 使我们完全死去 使基督活过来 使我们成为我父上帝的儿女 得到一切祝福 我们正念的是 我尽 им Talin 被你ят吗 我曾游etz 我们在几个秋 没有 trop